我們的工作並不是說去幫他做一個完全全新的人設、包裝跟設定等等 但是我絕對不會在網路上交給強壯品牌、少少品牌 所以我們的思維、我們的方式是以體驗性來針對那個案子 目前我們公司大概成立了大概有十年多的時間 目前大概大概有十二年時間 但是在台灣的確我們會有一點明顯的去劃分商業景以我們這一塊 那所謂的商業就是我們可以在超商或者是一些貨架上面看到的 我說的品牌並不一定是一個我們理解的普通的代理品牌這件事情 有可能它是一個藝術級的活動 有可能是一個我剛剛說的每年都會固定辦的活動 它又可能在未來幾年的當中會不斷地向外去成長 這也是我們覺得很重要的部分 我只是一個一直很堅持的病人感 我們在設計世界裡的一個平凡的設計師 至於其他的像拐樓啊 或者是一些沙拉瓦 其實他們的技術能力是蠻高的 我做沙拉瓦的project 是他們是設計師很偏向的 很奇怪 有人問我你會不會做大凝職 就是alphabet 其實我們會做 我有一些alphabet 我們都是做了進系統 我們有一個收權要可以開 這一個是type phase type phase比較針對於做海報 做縫套 做一些多特別的東西 因為它本身是沒有辦法變成標準式 以前我們是做branding 可是這幾年我們沒有轉化 其實我們主打的是我們做體驗性的設計 這個很虛擬啊 這個體驗性的設計 我本身的背景其實我是藝術家 我從小是學傳統性藝術 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香草冰淇淋吃的人 你把它記著嗎 記著一點嗎 可能有些人會是 他本身很喜歡香草冰淇淋 OK 可是他如果人吃香草冰淇淋 然後今天就忘了 你吃過這個香草冰淇淋 你吃了這個東西 對 所以我覺得 願意去嘗試這件事情 是可行的 而且是可以做的 對 如果我們做的設計師 你是把它推到520秒的話 其實我們就在意 就是這樣 我最近有一種做法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就是 他選擇要做A-Class 他又沒有錢給A-Class 我會跟他說 我可能partially after 他沒有錢給A-Class 你會知道 是 他會承認 他 是 他會承認